謝謝你們 應該是很精彩 現在我們的時間是問答時間 我們大概還有大概二十幾分鐘吧 請大家發問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講問題 那邊有一個講話 如果誰希望關閉你的話 可以在那邊談對 好我來回答這位先生的問答 有問題他剛才問的問題是我上次在溫哥華 這個我舉辦的一個網友見面會上面 我提出了那個中國民主轉型 我們這一代人馬上要進行的這個工作進程中的 一個具體的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我提出就是在我們應當海外流亡人士的 可以在合適的時間在美國最主要的這個政治大本營 也就是華盛頓DC 可以建立中國民主的流亡政府 那麼通過流亡政府的這個政治運行 能夠就是對中國政府它所有現行的國策 對它進行爭鋒相對的這個運 就是爭鋒相對的批判和爭鋒相對的這個抵制 同時要號召所有願意為中國民主實現奉獻金 奉獻各種行動跟奉獻各種力量的 讓他們呢匯集成了一個重要的這麼一個 重要的這麼一個大本營 我們有過這個設想 但是這一步要實現它有相當的過程 它涉及到什麼 一是這個流亡政府裡面需要有重要的 能夠有這種現身精神的 同時有政治智慧的政治能力的人 組成你們這麼一個核心的政治團隊 第二個呢是需要呢有大量的資金運作 因為這個政府一旦開辦起來 它運作的資金在首期開辦的時候 它就需要至少要150萬到200萬美元 它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當然當它運行一年下來以後呢 如果這個東西運行的很好 後面的資金呢它就不會成為問題了 因為後面呢整個它就可以靠支持這個政府的 所有人的公眾募集和發行這個政府金融債券 可以解決這是之後面 但是前期啟動是需要這麼巨大的資金的 那這個資金不是隨隨便便 我們可以這個能夠隨便能組織到的 也不是呢我們在座的各位 你十塊他八塊抽一抽我們這件事就可以做了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足夠的這個資金 這件事是辦不起來的 再說僅有資金是不夠的 它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 能夠為這個主義獻身的人 大家都知道海外中共是給予整個對海外民民主人士 異議人士有嚴密控制和嚴密騷擾和打擊的 如果你真的是搞了這個政府 那麼中共很可能對組建政府的一些主要的負責人 給予各種行動的各種方式的這種恐嚇也好啊 這個對你進行這個騷擾也好啊 甚至有可能中共對你陷害或者呢不排除中共 什麼惡劣的下三濫的手段都會做 因為這個黨是沒有什麼底線的啊 所以呢剛才這位先生問我的這個話呢 就說是他的進展怎麼樣 我可以告訴你這只是我自己提出的一個民主構想 他並沒有達到富足實施的狀態 什麼時候能實施 他還需要我能夠這個找到有這麼一批 跟我一起願意為這個主義獻身 能夠願意志同道合的 同時嘛既有智慧也有能力的人 共同來做這件事 我相信總有一天中國能做得了這件事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當年也就是中共也就那麼十幾個人 在南湖那條船上面 這麼十幾個人上了那條賊船以後 他們最終就把共產主義 把蘇聯的這個暴政引到了中國 最終中國給中共在意識欺騙人民 第二個他們主要是運用欺騙的方式 在美國的幫助下 最重要在蘇聯的幫助下 他們獲得了政權 那麼我相信 中國這個世界文明的潮流浩浩潮上 一定會由我們結束中共 和我們能更有效的方式 建立起我們一個民主的政權 民主的政府 民主的政黨 最終達到什麼 達到能夠推翻中共的這個重要的目的 謝謝 我相信呢 在我們裡面有很多人也是 對你們兩位的安全 很擔憂的 你剛才也說了 我們的敵人呢 就是很福氣的 什麼都可以加持 我們就希望這個 看你怎麼不明白 你們應該怎麼回應這個情況 然後你們不擔心 我來回答這位先生的這個問題啊 大家都知道中共呢 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他們現在呢 已經到了要狗急跳牆的階段 任何手段都是可以使得出來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作為共振平台的 在海外的公開的這個發言人 代表了國內啊 隱藏著一大批的民運通道 那麼他們就覺得呢 是不是把你們這幾個人呢 除掉了這個全民共振的活動啊 就會停止 我在這裡呢 想告訴大家 同時呢我過去啊 也多次的告訴過中共 跟他們喊過話 完全沒用的 因為我們呢 對這個他們的這種舉動 早就有預料 然後呢我們早就安排好了 首先呢我們是不怕 大家看一看建民 再看看我的履歷 大家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人呢 跟中共對著幹的時候 可以說是亡命之徒 那第二個呢 即使是中共啊 採取了極端的手段啊 用暴力手段來清除我們 他們有這個能力 但是呢 清除我們之後 我們這個運動呢 會更加的發揚光大 因為我們已經安排好了 第二梯隊 第三梯隊 我們現在呀支持全民共振的 公開的表明 支持全民共振的 在海外 都有三千多人 大家都排著隊 等著上來 那現在呢 因為我們兩個人 做了馬前竹 站在第一排 為大家擋子彈 只要打過來 我們欣然承受 後面的運動 會更加的波瀾壯闊 好 請大家不用擔心 謝謝大家 請問呢 目前呢 中美貿易戰 正在入圖入圖 嗯 中國呢 從根本去想的表明呢 在這個財會 因為緊急 包括現在水果的漲價 我估計也是跟 沒有錢進口 有關係 另外 有的在一次 公共的20%能源 都會出現問題 因為那個 現在30%以上的 兩者是要進口 70%左右的水果 可能也是要進口 另外 我覺得就是 如果貿易戰 美國對抗美貿易戰 會對我們的 這個運動 或者中國的前進 會不會影響 中美貿易戰 我覺得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已經看到 我們經過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已經打了十個月 中共跟美國談判 談了到現在 是第十一輪 當然前十輪談判 是取得了一定 談判的成果的 只是習近平 到臨門一角的時候 他反悔了 因此第十一輪的 劉鶴到華盛頓呢 就什麼也沒談了 只是一個厚的老臉 堅持來了一下 就說大家沒有 退出談判 那麼中美談判 它這個裡面的核心問題 中共要解決的什麼問題 中共要解決 是拖川普任期的問題 中共沒有誠意談判 隨便你跟中共談什麼 中共第一個是跟你拖時間 第二個是跟你在裡面 去掃花頭 第三個是退五口 退什麼 中共先跟你簽了 完了以後不執行 總歸是掃五嘞 因為流氓啊 你就不要想像 他會給你按照文明規則來做 那麼 美國怎麼想 川普他在跟中國談判的時候 川普仍然 他對中國是有一絲侥幸心理的 認為就是說 我們跟你談 白紙黑字定下來 你把這些東西 你把這些東西按照 萊特希特的話講的 要寫進法律去 你法律你總要遵守啊 那只是川普對中國的一廂情願 因為中國沒有什麼法律堅守的 守什麼法律啊 中國有哪個法律可以堅守啊 就是習近平去安排一個 而且他終身制那個法律 他要堅守的 別的他不要堅守啊 所以說 所以說 中國他所有的對策 都是能談這談 能拖這拖 然後把這個談判呢 無限期往下移 你看看習近平去年 在12月1號 阿根廷當時的G20峰會堂 跟川普那次談判 他要求了90天的延緩期 從12月1號到今天 已經是5月26號 到川普這次加稅是5月5號 是不是給習近平成功的 拖過去五個多月啊 這五個多月幹什麼 備戰啊 備戰備荒衛人民 森花洞廣激梁啊 毛澤東講不稱霸 習近平要稱霸啊 2025也帶一路 習近平就是到全球去撒錢 幹什麼 用錢去捆住那些中小國家 中小國家還不了錢 沒關係啊 咱天朝有的是錢 不要你還 把你的碼頭給我 把你的礦山給我 恨不得把你家美女也拿過來 習近平是用這種辦法 對整個太平洋的中小國家 對中亞的那些中小國家 對歐洲和北非的那些國家 習近平用蠶食的方法 去擴大他自己的這個圈子 這個圈子幹什麼 這是一個利益圈 也是個戰略圈 他要對抗美國 習近平做夢都想超過毛澤東 但是智大而才疏 他哪有這種能力 毛澤東最差最差 毛澤東比他要有文化吧 那老毛多少還有兩把 稍子去糊弄兩個 什麼體力敬的 什麼現任風吧 那習近平主會去看看 看看那些那個彭麗媛 唱的兩首革命歌曲的大媽 習近平有什麼風呀 何良平貼嘴茅台而已 所以說由於中共 像習近平這一朝 他根本就沒文化 沒智商 同時習近平他又可以講 叫智大才疏 他心理很大 因此他對美國是一再誤判的 習近平到今天都沒完全搞懂 川普是個商人 究竟是要商業利益 還是川普準備要剷除共產主義啊 我可以不誇張的講 川普從他內心裡面 是否剷除共產主義 不是他的使命 他作為他一個美國總統 他要維護美國的利益 他要保證美國的立場 他要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只要做這件事 但是他做這件事 就是你中國的妨礙物 就是你中國佔我的便宜 就是你跟我貿易的不平衡 你一年弄我好幾千個億的 這個貿易逆差 而削減這個貿易逆差 對中共什麼 中共的錢袋子沒了 中共每年從美國的貿易逆差裡面 是拿回幾千億美金的 中共這幾千美金要用去維穩啊 要去鎮壓啊 問題是沒錢拿什麼鎮壓 現在這些基層的這些人員 去打壓老百姓 那是因為什麼 那是因為有錢啊 那是因為現在賣命時候可以有利益 如果你告訴他 今天晚加班白假 這個月工資沒有啊 你每天跟老百姓去作對 被人家老百姓打得抱頭鼠竄 他那時候還去嗎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中共是用利益去捆綁一切人 當他沒有這個利益時候 他就沒有去控制別人的 這麼一個資金來源了 中美貿易戰我明確地講過 不管川普他是決心用他自己的能力 剷除中共也好 還是說他根本就沒有這種想法 只是教訓中共也好 他最終的結果 都是導致中共滅亡的最主要的因素 因為大家都知道 沒錢了 習近平你誰都玩不了了 而習近平他那批幕僚 那些什麼政治局常委啊 什麼王陽啊 栗戰書啊 這個李克強啊 這些人嘛 中共只要達到中央委員 達到省部機關員 他們家裡面的人 弄好久坐在我們 中間都會有一個 早就在加拿大 早就在澳大利亞 早就在美國了 早就把他們的安落我擺好了 到外面喊兩聲民主啊 對不對 因爲什麼 他們要裝模作樣 這個我接觸到很多 我在美國 我是生活在洛杉磯 我們洛杉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富豪子女 也有人跟你裝模作樣 講兩句民主的 甚至有人跟我講 現在我就盼著中國民主 爲什麼 咱撈夠了啊 撈足了啊 那國家垮就讓它垮吧 他們該死死吧 過去古人講 國破三河債 現在是國債三河破啊 中國現在是江河也污染了 這個叫什麼 森林也沒有了 動物也死光了 舊城城下的那些人 準備吃草吧 中國今天別說十四億人 種不出十四億人吃的糧食 現在十四億人要給他們吃草 也長不出那麼多草啊 就回答到這裡 謝謝 對不起這位先生啊 我再來補充兩句 因為這個涉及到我們全民共振的 這個平臺的一個政治立場的問題 我們是完全支持美國對中共發起貿易戰的 而且我們也希望加拿大和其他的更多的西方民主國家來發起貿易戰 剛才建民說了 這個貿易戰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下 其子是符合美國的利益 它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最符合的是中國老百姓的利益 過去四十年 中共所謂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呢 中國老百姓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力 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整整的一代人在那些血汗工廠裡面 消耗掉自己的青春 消耗掉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們得到什麼呢 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 現在一下子回去自己家里面 家徒勢必一窮二白 沒有醫療保險 沒有教育的保障 沒有養老的保障 他們還是窮人 他們付出的那些血汗到哪裡去了呢 是被中共這個巨大的這個吸血機器啊 全部吸走了 是被中共權貴階層 全部吸走了 那很多人 剛才建民說了 來到了加拿大 來到了美國 他們在這裡享受他們的生活 他們就是吸血蟲 所以現在的這個貿易戰 實際上呢 在無論川普他本人的意願如何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見 美國的政界的主流 他們不僅僅是說 要再保護美國的這個經濟利益 他們也有打垮中共的 這樣的一個明顯的意圖 美國的副總統彭斯 在前幾個月 在那個哈德森研究所所做的那個講話 那就是新冷戰的開始 他們就是要繼承里根 在當年反對蘇共的那個政治遺產 現在他們要反對中共 因為中共現在對全世界 已經形成了一個安全上的威脅 已經形成了這個人類社會的一個獨流 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專制政權 他們背後的大老闆是誰呀 全部都是中共 只要中共一除掉 十年之內 全世界的專制政權 大大小小的 都會灰飛煙滅 全世界的專制政權 滅亡了之後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景象呢 那就是人類歷史啊 進入了完全新的一頁啊 人類歷史 過去的200年的歷史都證明了 兩個自由民主國家之間 絕對不會爆發戰爭 從來沒有爆發過戰爭 只要中共滅亡了 人類就進入了一個 永久的和平的 全面民主的一個新的時代 美國的政界 西方的很多人 除了我們加拿大的 這個自由黨政府之外 全部都看見了這個前景 所以說 我們全民共振 一定要我們中國人 我們無論我們是在海外 還是在國內 我們大家都要支持 這個打擊中共的任何措施 現在最有效的就是貿易戰 我們海外的 加拿大的華人 一定要 壓給這個 加拿大的自由黨政府 給他們壓力 向國會的議員遊說 讓加拿大也展開貿易戰 讓加拿大也來幫助中國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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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每年都紀念 又是 活動 展開活動 我認為這很有必要 但是我認為 繼承比紀念還要重要 為什麼呢 你看 大家 共黨都知道 從孩子抓起 我們 沒有 我們來的都是 上年輕的人 而且 比如幾個小青年 我看見 我很小 我很安慰 為什麼 還是有 後續有人的 那 所以我認為 繼承比紀念還要重要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我希望大家回去再回顧一下 2014年 黃河邊 在紀念六祖日子的講話中 講了溫中華的現象 回去請大家回去有機會再去看一下 溫中華現場的毛 和你共黨的現地 在這邊多少操狂 而我們 正義的 卻變成了 壓在下 這已經是很明白的事情 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 我說的 有機會說 我很希望 我已經上了典型的人 我很希望 有識自識的人 像吳建平 還有很多很多的 那些 有能力 有那個 叫什麼 有才能力的 還有各種方面 才能力的人 組成一個 反對黨 美國 據說美國成立了一個民主黨 我也看見 但他們的力量還不夠 我們應該組成一個真正的反對黨 但是我希望 是一個 沒有共產黨的 沒有 我不希望有一個 是共產黨的共產黨 沒有共產黨的共產黨 是一個真正的為 中國的民主 自由 而奮鬥的 還是要考慮的 最後一個 就是我 作為我一個 是公民來說 我 我可能 希望 參加這次會 然後 表表我的心意 也代表我 沒有經過溫都華的 好多好朋友的 商量過 我就 上來的話 就是聖母 就畫了 你們二位的下 來感謝你們 那個 什麼 守住了民主的聖地 有了你們 然後 我們才會安靜下來 才能得到 真正的民主 下面的我心想 我必須 我 必須 我 就是我全是在 在 在 造出 我 把你們 那個 叫 把你們 那個 叫 網路上 小小的照片 我過來 放它下來 我過來 聽說 這個話 我跟你們看一看 好 這是你們的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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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們 有你們 我們才能安靜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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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小学生 精心制作 对我黄泽这么有精彩 谢谢您非常感谢温度华 大家社会的支持 感谢我们李主席 李美豹主席今年安排的温度 年的活动 真的 来到温度华 我呢 很开心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 我们的话很多我们要求 经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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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你们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在这里很感动 真的要在系统 现在情况系统 从香港从前可以帮你了 可是香港是很重要的 现在香港也非常非常大 当然很危险的时候 因为我的爸爸87年 还有我四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香港 只有我跟我在这里 我另外第二个妹妹在澳洲 所以香港我还是是我的家 还是是我 因为我在香港出现了 香港就 真的我们从前就是放香港去自治的故乡 而大陆变得很遥远 其实从来都很遥远 突然间有人告诉你 香港大陆柴子你的家 每个时候很迷茫 没有很迷茫 还有就是不要这些问题 香港想要自治的自治五十年不变 而且现在任务者来保护了 如果像你们说 我们充满希望 真的 现在希望成绩到在 中国的名义成功的话 是不是你们想要一个伟大的祖国 是西人祖国 这个祖国需要包裹香港跟台湾 将算他们要的一种 还需要我们香港想要自己的一个自治 台湾也要他们自治 所以中国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比方说国语 就是放在一起 说港文化就在一起 所以他们可以自由 我想要知道你们 只是您大力的人 要找到自由的人的人 就是您可以比多一点的人去 想要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祖国 让我们长一点知道想想 如果我觉得可能我只能突然乱想的时候 这梦又怎么样 我想要多一点 这位香港的女士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中共垮台之后 这个国家会向哪个方向走 这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所能够决定的 那您刚才问的就是说我们民主派 中国的民主派 希望未来的中国向哪个方向走 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新中国 还是建立一个分散的 各自独立的新中国 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现在国内的民主派 民主派的主流在国内 在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 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现在的主流 民主派只要认同民主的价值 那么他就一定会认同人权 人权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主的权利 那每一个地区的人民 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个地区人民的自觉的权利 不承认人民自觉的权利 你就根本不是民主派 那么香港的人 台湾的人 西藏 新疆的人 还有中国众多地区的 他们有独特的文化 那自己形成一个真正的文化共同体的 和这些地区的人民 他们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 但是我们民主派 大家都希望 大家在未来的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还能够联合在一起 首先第一步 是要联合在一起 我们推翻那个压迫我们的中共政权 包括香港人 包括台湾的人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应当把我们之间的不同 把它过分地扩大化 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无论将来要走哪一个方向 大家现在必须得过一道关口 就是推翻中共暴政 没有过这个关口 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 推翻了暴政之后呢 从我个人来说 从我们全民共振的这个团队来讲 我们最希望的 是未来的中国啊 实行一种联邦制加上邦联制结合的 这样形成一个大中华的地区 凡是中华文化 共同享受中华文化的这些地区 有些地方一定要独立的 那么就让他独立 但是我们可以以邦联的形式存在 独立国家联合体 那么那些啊 大家相互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 实在是太紧密了 不能够分开的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 实现高度的自治 就是实现联邦制 联邦制和中央集权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联邦制就是说 我们建立一个中央的政府啊 那个政府是由地方上各地人民 各地政权政府啊 授权他去成立的 我们把一部分的权利 赏赐给他 让渡给他 我们没有让渡的那一部分权利 他们就没有 我们让渡给他们 所以说联邦制的这个基础 是在各个地方 是在各个地区的政府 是在真正的是在人民手上 有了这样的制度 中国就不用再担心啊 这个集权在复辟 不用担心像俄罗斯那样 出现普京这样的集权的强人 因为我们每一个地区 都有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政治体制 每一个地区 人民都充分的掌握 他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只不过是把活防 把外交 让渡给中央政权 这样的一个联邦制 加上邦联制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就可以最大限度的 既能够保证 中国人民享有民主自由 又能够啊 保证大家相互之间 和平相处 那么未来的中国 并不是像中共所想象的 所宣传的那样 说中共一倒 大家就要 立战分歧 绝对不会的 只要大家心里面 秉存着一个民主的理念 所有的事情 都是通过协商来解决的 所有的人民 都是能够根据自治的这种原则 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乡政府 自己的县政府 县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利 最后大家形成一个省政府 所有各个省的政府 各个省的 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这些小国家让渡一部分权利 最后才形成一个中央政府 这个中央政府 是相当的相当的受限制的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 我们设想的一个政治的蓝图 这就是我们民主派的 一个基本的共识 我想问 你一定讲 未来中国联邦 尽管的方便人性 最接近是什么呢 是澳盟还是美国呢 最后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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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排队 我们不是要排队 我们建立的是民主的 这个问题 还是谁的问题 这个问题 还说排队 共产党的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看一波看一波 其实说过去几十年 共产党也很多人都吃了饭 那么人们想法改善 要是推翻它的话 我们现在渡过一个大乱 像我们要残世了 我们要把信 那么我想看就是 你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我们听的太多 很多人都经过说 我向主持人提个请求好不好 今天大家机会难得 一场盛会 大家弹性正容 能不能够把我们这个盛会 再延长个十分钟十五分钟 刚才凡琳娜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 建民来回答 我等一会就来回答何先生提出的问题 好 这个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啊 在我们这个民主圈啊 是问的最多的 也是共产党呢 最喜欢给老百姓去给他们上的一堂课 就告诉你啊 中国不能乱啊 我们十四亿人啊 这个一乱就天下大乱 雪流成鹅啊 他们民主派只要搞 让我们共产党下台 中国就天下大乱 雪流成鹅 你们老百姓无家可归 天下新百姓苦 天下亡百姓还是苦啊 反正都是苦 你们就等着我们带你们新吧 所以说 共产党给老百姓灌输的理论 就是绝对不能乱 维稳嘛 什么叫维稳啊 维稳就是大家就安安稳稳的在家做奴隶 准备好吃草啊 哪怕吃草 活着啊 中国人 共产党他给老百姓灌输这个理论就是 你只要活着 你只要喘口气 你只要历来顺受 活着就比什么都好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叫 好死不如来活 但是 是不是中国如果政权变化以后 一定是天下大乱 一定是老百姓苦呢 天下不乱 你老百姓现在就不苦嘛 你现在的毒疫苗你不苦吗 你现在的毒空气不苦吗 你现在吃的毒食品不苦吗 共产党莫名其妙就把你家的房子就拆掉了 你说你不苦吗 这么多年来 共产党跟你们哪一句话算过话 八十年代时候喊你们搞计划生育 只剩一个好 谁敢剩第二个 他们到人家家里面 除了恶就是可以讲用强暴的手段 让人家强行夺台之外 对人家幼稚发款 按照共产党讲的话 敢多生一个八方千牛 所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只能生一个 共产党讲好啊 党帮你养老啊 过了没几年跟你讲自己来养老 你爱咋的咋的 而很多家庭 由于就一个子女 最后有可能发生失毒啊 中国十四亿人口 你知道失毒的家庭有多少吗 有几百上千万啊 他们这个老人 就是这么一个子女 最后因为意外事件 这个孩子没了 他到晚年 他就没有亲情传句啊 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自己家族 自己这一脉子孙传递的 你没二人没女 他们就叫你断子绝生啊 这不就是共产党干的事吗 共产党到今天看看韭菜不够用了 喊你们赶紧生啊 一个人生个十个才好呢 对不对 这都是共产党 共产党没有一句话你要去听 那么 扣警这个女士刚才讲的这个话的主题 就是共产党倒台了 会不会乱 共产党倒台了以后 我可以跟你讲 任何一个政权 任何一个制度 要想在中国能够替代共产党 他要凝聚整个中国人 所有人的一个命运 就是中国必须建立民主制度 这个制度 中国已经有了他实践的典范 我们香港同胞也好 我们澳门同胞也好 我们台湾同胞也好 他们经过他们自己的实践 都已经用历史的事实说明了 中国人搞民主一点不比别人差 中国人的素质也一点不比别人差 当你让他发挥他自己能够说话 当你绽放他自己能够把智慧 让他体现的时候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是最能干的民族 也是一个最愿意 在这个社会上面奉献自己的民族 那么我们如果是建立的民主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像到 归结到刚才一平跟大家讲的 它是什么 首先要尊重民权 也就每一个人有选择的权利 当一个地区的人大家都这样选择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区的人的权利 就要给予他充分的尊重 那么当你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 到哪里去打乱啊 共产党它是日夜夜怕被人民推翻 他给你们这些愚民教育 共产党不倒 人民不会好 刚才何先生说了 中国将来的到底是走美国之路 还是走欧洲之路 我最简单的回答就是 我们结合美国和欧洲的道路 我们这两条道路可以一起走 欧洲现在是一个邦联国家 是一个邦联地区 那欧洲过去呢 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 那各个民族之间 各个国家之间互相争战 但是呢 一旦实现了民主 那过去的世仇就变成了 亲如兄弟的朋友 像英国和法国 过去打了六百年的仗 百年战争 血流成河 等到法国1870年 正式的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之后 他们两个突然就变成了盟友 再也不打仗了 反而联合起来呀 去抵抗那些极权的国家 那法国和德国 也是打了两百年的仗 大家是世仇 德国人对法国人过去是恨之入苦 法国人对德国人呢 也一点好感都没有 二战以后 德国实现了民主化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看 德国跟法国这两个国家 是不是亲如兄弟 非常的好 这就是民主的妙用 只要实现民主了 大家不用担心 会有战争 大家不用担心 会有争执 美国和加拿大 实力悬殊这么大 大家有没有担心过 美国人打过来啊 从来没有 那是在 一百多年以前 一百两百年以前 当时 当时我们 美国还没有真正的 完全变成一个自由国家 民主国家 加拿大也没有成为民主自由国家 是不是 那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民主的妙用 那美国呢 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各个州之间 他们有他们独立的那些权利 联邦政府 是当初有十三个殖民地 把部分的权利让出来 那成立一个小政府 政府 大家要知道 在人类历史上面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在中国 中国 在过去那些 有长期专制 传统的那些国家 大家觉得政府 是高高在上的 政府是指导我们的 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说 现官的都叫父母官 皇帝呢 天地军亲师 跟我们的父母 是摆在一个级别的 但是 在西方的 这个启蒙运动之后 那些思想家告诉我们 人类的 之所以要 要政府 实在是没有办法 政府啊 是没有 是我们必须得容忍的 一种恶 所以说这个政府 就要越小越好 所以他们呢 实行这种联邦制 大家实在没有办法 要一起商量事情 就把一部分的权利 交给他们 让他们去办 这是将来中国的一条道路 中国绝对不再允许 不能够再 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 很多朋友啊 现在有 这个有一种想法 说我们能不能够恢复 中国 四六年的那个宪法 在中国叫民国派 我非常尊重民国派 他们也是现在 民主阵营里面呢 这个抗争非常勇敢的 这么一批人 而且其中有很多是年轻人 但是我绝对不能够同意啊 中国将来啊 就直接的沿用 四六年 这个蒋介石政府 当时搬行的那个宪法 虽然那个宪法很好 但是呢 他没有保障 没有完全的保障 联邦制 没有啊 没有啊 保障 地方政府的 这个权力 所以说我 我们呢 最希望的 未来的中国啊 就是 在那些 弥新力实在是太大的地方 比如说台湾 比如说西藏 他们确实是 人民呢 他们有权力选择独立 但是选择独立了之后 我们不仅不应当互相为敌 而且还应当呢 加强 我们之间的联系 我们形成一个邦联好不好 大中华邦联 或者是 大东亚邦联 好 好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 我们 郭东华的两位 你们感谢两位 两位 两位 很精彩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这两位的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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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